您好,我是昆仑刘史 上文书咱们说到 这崇祯皇帝眉山自义以前 就把自己的三位皇子 送到了孝节列皇后的娘家 也就是太师周回的府里 后来很不幸啊 这三位皇子都被诸葵出卖给了闯贼 还算不错 这李自成啊没有难为这仨孩子 还给这太子啊 封了一个宋王的爵位 就在当年的四月份 这李闯啊 决定东征山海关 去征讨实时不肯来降的乌三桂 在这二十万大军当中啊 这李闯就带上了太子朱慈朗他们哥仨 为什么要带上他们呀 这李闯啊 他是想着 万一这乌三桂念计君臣旧情就投降了呢 这不就省事了吗 其实这大军当中啊 不光是带着朱慈朗他们哥仨 还有这个乌三桂的爹吴湘 还有一个人很关键 就是早就归顺的李闯的明朝藩王 晋王 诸神选 要是论着呀 他可是说太子爷的远房书被哥哥 哎那为什么这两人的名字他不挨着呀 在这儿啊 我就得给您介绍一个有趣的小知识了 明太子朱元璋一共啊有24个儿子 得了天下之后啊给每个儿子20个字 干嘛使啊给后代起名字用 他规定后代们啊 以后都要取三个字的名字 他给这个字呢 放在中间 第三个字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轮换 您看这朱棣他们家 就是后来的燕王 再后来的永乐大帝 皇上赏下来的这20个字啊 分别是高瞻旗舰右 后载易成游 慈河宜伯仲 简净敌仙游 所以说呀 您要这么算下去 他每一只的孩子虽然是同辈的书伯兄弟 但是啊 肯定名字不爱着 李闯率领着20万大顺军 在山海关的城底下 还真跟着八七军和乌三桂的联军建了仗了 可是没打过人家 只好啊 灰溜溜的跑到了北京城 称帝当皇上去了 乌三桂的爸爸吴湘 被一刀砍掉了脑袋 高干势众 在乱军当中 这三个皇子可就失散了 咱们书中暗表 这晋王诸沈选啊 他可是个聪明的家伙 一看这李自成兵败了 初溜就跑到了乌三桂的军中 最后呢 就和乌三桂一起 投靠了大清 那两位皇子的下落呀 咱们回头再讲 咱们今儿啊 先说太子 这太子啊 在民间游荡了几个月 想想没有地儿可去呀 还是得回到北京城 投靠自己的亲戚 就在崇祯十七年的冬天 十一月份 太子啊 遣回了北京城 严寒中啊 这个少年 敲响了自己的外祖 周葵他们家的府门 这会儿的周府啊 也落了牌了 周葵的老婆 儿子儿媳妇 已然被大顺军搅响 都弄死了 周葵啊 也被打得浑身是伤 家中养病 万贯的家产啊 也都被闯往李自成 搅了响了 还好啊 这关外的八旗兵 进城之后 没有难为他们 这会儿的周葵啊 闭门在家 也算 闹得个清净 这府上啊 上下的事啊 都是侄儿少爷把握着 谁啊 就是周葵的侄子 周易 门开了之后啊 周易把这名少年 让到里屋 这少年说呀 我是太子 我要见妹妹 妹妹是谁啊 这妹妹啊 就是被崇祯皇帝 砍掉了一只手臂的 长平公主 这长平公主啊 这会儿确实是在周葵的府里 满清朝廷 为了显示对明史的优待 恢复了长平的公主身份 暂时啊 就住在周家 说实话 这周易啊 他不认识太子 就凭他这路身份啊 当年根本 见不着太子的面 猫不着太子的边 那怎么办呢 这胆小怕事的周葵啊 压根就不敢见太子 也只好啊 让长平公主来相认了 这公主一见这少年啊 二人抱头痛哭 我想啊 这已经不用多解释了 这少年啊 他必然是太子朱次郎 但是这会儿啊 这满清朝廷 有一个秘密的心思 其实啊 他是公开的 谁都知道 他们不想见到 明皇室的南丁出现 尤其是太子 这满洲人 打着替大明皇室 报仇的旗号进了关 如果太子还活着 出现了以后啊 那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那么是让国还是封王呢 让国是肯定不可能 封王嘛 以后全都是麻烦 这周葵啊 和周易心里都清楚 一旦他们死咬啊 这个少年就是太子 那么保不齐 就得吃瓜闹 一同被认定为 妖言祸众 弄不好啊 这脑袋就搬了家了 于是这周易啊 就和太子说 不要说自己啊 是太子 要自称姓刘 是个书生 这样啊 才能免货 这少年一听啊 立刻就急了 我堂堂添加骨肉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怎么又姓刘了呢 这是断然不行的 哎 这太子爷啊 就忘了 与父皇临别之时 崇祯皇帝 对他的嘱咐了 无论以后 形势 对自己好 与不好 都不能承认 自己的太子身份 有骨气是好的 不过有的时候 骨气这东西啊 往往能把自个的脑袋弄没了 看到太子是这个态度 那周府上下就商量了 断不能把他留在这儿 留在这儿啊 肯定是货 并且这太子啊 与长平公主见面的时候 公主也劝说太子 赶快从周府脱身 因为这一家子 无情无义 保不齐 因为什么事啊 就把太子出卖了 这才有 咱们开书的时候 大半夜的 这太子啊 流落街头的一幕 摄政王多儿滚 听完太子叙述之后啊 基本上就能认定 这个人啊 肯定就是前名太子 朱四郎 但是啊 还是那个原因 他不能承认 你啊 得拿出点证据来 其实这事简单 把周葵叫来一认 不就完了吗 可是还没等叫周葵呢 周葵啊 就给摄政王送信来了 信份里啊 就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着 就算把真太子当作假太子处死 也是为国家 当然了 这国家呀 指的是满清朝廷 也是为国家除害 呵 你这这个老东西 我要是在场啊 我就咬牙一口 这摄政王 看看这纸条啊 乐乐 嘿 这孙子呀 倒是把自己推得一个干净 咱们再问别人吧 还没等他说话呢 这太子先说话了 指了指 摄政王身边一个伺候的太监 这个太监啊 现在已然是满洲打扮了 身上啊穿着旗挂子 脑袋上顶着红顶子 后脑勺子上啊 不愣不愣的还留着一根小辫儿 太子指了指他说 你呀 是前朝的太监 伺候过我 姓杨吧 那这太子说的对不对啊 真是 可这杨太监的心里害怕呀 他不敢承认啊 他说奴婢姓张 早先啊 扶持您的 他不是我 哎 您瞧没有 这一句话就露馅了 这个少年要不是太子爷呀 他干嘛说 扶持您的不是我呀 多尔滚又找来了 曾经在太子身边 扶持过的十名锦衣卫 这些锦衣卫 倒是都有骨头 个个声称 这个人啊 就是太子爷无疑 可是这会儿 指出这少年啊 不是太子的声音 也是很高 并且站出来的人呢 相当有说服力 大太监王化成 他就说 他跟太子很熟 这个人绝不是太子 还有一位呀 就是太子的堂哥 咱们前分交代过的 晋王诸神选 他说我做世子的时候啊 我们哥们弟兄这么些年 我是年年呀 来京城 给我的叔叔 崇祯皇帝朝贺的 朝贺已毕业 我就住在太子的宫里边 这个人他肯定不是太子 那么这两个狗东西 他们为什么要顺着满清朝廷的话说呢 他们呀 可不是想保命那么简单 他们是有更高的政治追求的 这王化成啊 想做内庭当中的大总管 这诸神选呢 还想弄个异性王当的 贪生怕死的 不止他们 太子的事想 谢生 为了拍清廷的马屁 指着太子说 就就就就你们就是要打死我 我也得说下这个人 他肯定就不是真太子 这朱慈郎啊 冷笑着说 谢先生 你试读的时候 在殿内啊 讲到一部书 还谈起了这么这么这么一件事 难道你忘了吗 这谢生啊 被问了个哑口无言 作了一个一 憋了一个大红脸 默默的退下了 最后这满清朝就认定 这太子啊 是假的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疑问来 就是一名内官质问太子 朱慈郎 这头上啊 为什么无端的多了一块斑痕 其实这朱慈郎啊 在外边流浪了大半年了 脸上有块伤痕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说是磕的创的 在乱军当中受的伤都行 可这太子爷呀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他偏偏说呀 当时逃出宫的时候 有一名白胡子老者 用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 于是就出现了这块斑痕 白胡子老头 摸摸太子的头的这件事啊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真的 只不过呢 这太子啊 也不知道这斑痕 到底是老头摸的 还是在外边受的伤 那您就别胡说了 就因为这一句话 丢了自己的性命 这唐官就说了 实在是太荒唐了 肯定不是真太子 一派胡言 于是啊 就判定了 此位假太子 认为此人是真太子的大臣 以及那十名锦衣卫 也随同吃了瓜闹 被斩首西市 这少年呢 自然也是被冠矣了 冒充前朝太子 以乱视听 企图讹诈朝廷 居心叵测的罪名 被处斩于世 后来学术界呀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北都太子案当中的这名太子 那绝对就是朱慈郎 崇祯皇帝这位长子 就是被满清朝廷 和一帮坚定之徒 联手害死的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就到这了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接着聊 这清初的朱三太子案